柯文哲要不要看一看 他不是要电子投票吗 在立法院这都会出问题 对 对不对 还电子投票 立法院立法委员 那民主素养是多高啊 都会这样子出问题 对 那我们议会最笨 我们议会 我们议会后来 我今天长得特地去看 我们有那个牛 不用 我们全部是用最原始的方式 那你所有人做定位 然后赞成的举手 反对的举手 我们是这样子哦 然后点名报告 这一区多少人 这一区加起来多少人 我们议会是用最笨的方式 但最原始的方式最准确 人你到了才能算 因为你人不在 坐在那边是魂吗 还是阿飘 一定是本人嘛 你本人不在 谁帮你举手 所以我觉得立法院 下一次要不要 直接那个插卡不要用 直接举手 举手 直接举手 你不在 没有人帮你代举啊 属人头 对 最准了 不管你看错 还是类似 还是戴口罩 你一人就是一只手 可以举手而已 你不可以举第二只嘛 你不能瞬间移动 我在自己的位置举完手 呸我就到别人的位置 再举一次手 所以柯文哲还要电子投票吗 越先进的方式 越容易出错 越容易舞弊 这件事情 这些工作人员 这个会场的这个干事 要不要处分 当然要处分 要处分 你不要把他当成小白啊 我告诉你 他是内行的 哦 立法院 流水的立委 铁打的干事 这些人不会走的啦 你不要以为他是菜鸟 他看很多届了啦 哦 他看很多届都是老教啦 这次为什么会出事 我觉得韩国瑜就是等他出事 韩国瑜要改革立委 是改革立法委员的制度吗 是改革立法委员的 要改革人啦 把这些以前偏向民进党都赶走啦 你事务官不犯错怎么赶你走 你就要吐车啊 电厅弄不好滚 招标做装潢做不好滚 连个举手点名卡都发不好滚蛋 都处分 全部都处分 可是这次误案是对国民党有利耶 所以我讲嘛 把苍蝇给赶走了 咬人的老虎做了没有 是谁按的钮嘛 那只上帝视角的右手 是谁按下去的 绝对有人 不要不敢承认 我告诉你 那天在立法院的人 不可能看不到 说谎回去拉肚子 我跟你讲啦 你一定有看到啦 不敢讲啦 真的啊 其实有录影啊 不是有全程录影吗 这带这个掉出来啊 绝对有 那个表决的时候 录影一定少到每一个委员 每个委员站起来 讲话的时候 那个镜头不就少到他 你表决的时候 你不少才怪 所以我讲嘛 前后左右的人啊 勇敢的讲出来啊 不讲实话 不敢讲话 回去拉肚子 我告诉你 就不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恶 为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示范 我们有多少单位要投票 从选渔会农会 一般的协会都要投票 哎 那个协会选理事长选不好 会打架的呢 然后man part man part 为什么 立法院做示范了 人不再可以带头 人不再可以带头 这不是什么纪律的问题哦 这是什么 这是冒名顶替 这是作弊啊 这是作弊 因为人不在 这叫作弊 这不叫纪律不良 所以你去处分干事 OK 我觉得该处分 但是呢 你这个作弊的人是谁 你把它点出来 否则国民党 你的信用荡然无存 你也在请不得来 我待会儿